大家好 我是五仔 这一节会讲讲无线的爱回家是否要倒闭呢 是否大结局呢 另外有人就大结局了 就是Tonic的恒仔和谭恒南小花拍拖九年 都真的终于分手了 两个我也认识 有些人说你不要常说认识谁是谁 为什么呢 那我认识的嘛 你也认识的 那别人真的认识我的嘛 说说不行 好像有些代入感 请大家给我赞支持一下 我们会讲了这对九年的情侣 然后再讲无线的爱回家 没有了 说做完了 有些人在批评我 为什么你常说TVB 你不懂得讲其他台的吗 我讲有线的时候你听不到吗 我讲MIRROR的演唱会意外你听不到吗 我讲开电视里面有些东西拍了之后没有人看你听不到吗 顶你个废话 乘来讲无线的时候留言 我只看讲无线 这狗不答白 你吃屎啊你 好 讲一下恒仔和小花 不好意思 激动了一点 恒仔和小花都懂得懂的 小花就懂得到一些恒仔的朋友 因为恒仔又是住大埔车回家一次 大家夹过做过某些东西 他两个一起都九年了 我和欺欺都没有九年了 欺欺我认识你有没有九年 没有真的没有 我和欺欺都知道已经在境外的时候 在塞外奔池那种 我们在境外奔池 人家最重要是有个结局 多怕九年 当大家以为他们会走下去的时候 想不到突然间会分手 不 都九年了 为什么不结婚呢 对啊 为什么不结婚呢 有些人就说 关你什么事呢 不关我的事 不过女人要个结局而已 大家都要个结局而已 不结婚就分手了 我认识有些朋友都是九年来分手的 恒仔出宣言 至关心我们每一位 最近有很多人询问我们状况 一起长大 确实一起经历过很多很多 但今天很遗憾要告诉大家 我们两个已经和平分开 已经是一段日子了 彼此成长中担当了重要的岗位 借借大家的关心 他说我们还是好朋友 最后我们都想好好保护这段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们达到共识 只想在彼此平台说一次而已 其他的问题就不说了 希望大家明白和体谅 不要作任何猜测 任何疑问 给我们最大的空间 继续生活这些年 他说 感谢你们的陪伴和包容 充心希望往后的你 幸福快乐 在人生的旅程上永远平安 健康 这些都是人家的事 老实说 人家的事 但我又觉得 稳定 不是揣测 纯粹分析 我不估计你们当中有没有什么 其实爱情很简单 来来去都 一旦有第三者 一旦有什么 我不说那些 因为那些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OK 稳定的爱情 要有稳定的收入 老实说 看了这么多年 小花由香港最赚钱的KOL 现在是 是惨的 你问我 我觉得是惨的 作为同行我觉得 他 他是经历不了那个 那个YouTube的转变 在YouTube经常要转的东西 但是 因为很多后起之秀各样 恒仔你问我 我觉得他也有才华 但是他也是惨的 他是很聪明的 他懂得整部电影打出来 而且很喜欢这件事 他肯定比我更喜欢 他做的事我未必做不到 但是我没有他那么喜欢 所以我没有去走那条路 因为他那条路是很辛苦的 还有你说救江青道夫 各样拍得很好 我喜欢看恒仔那套一秒拳王 其实他拍戏是有他的才能在里面的 那些感情的事未必关这些事 其实这些事都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我只能够分析他们 恒仔会不会有更多电影拍 我希望他有更多电影拍 其实没有 王子华这一堆电影之前 我都入场去支持恒仔 无论是他做电影有一套 他也会是萧定一或是鸣鬼哥 他也有分做男主角 无论目前也好 导演也好 他也是有他的能力在里面的 但是小花他很想去做幕前 因为他本身是亚氏的星光大道出来的 但其实市场又未必是要的 搞到好像不知做什么 所以各样 纯粹是分析他们两个艺人的生意 小花是会唱歌 又会弹琴 但是听前辈所说 不是会做这些事 就在市场上可以 这么说他们两个才华 一定比MIRROR更强 会作曲 唱恒仔你问我就是一般 但是他会作曲 一般 小花唱歌挺有功价的 老实说 但恒仔是电影方面比较 我欣赏他这方面 他说到小花曾经出过一首歌 叫做早餐歌 透露早餐歌的那个 是很浪漫的由来 他有一天不舒服 他的另一半就是恒仔 做了一份叫做 赵氏All day breakfast给他 恒仔姓赵 放在床边 他收到就热泪盈康 虽然那一碟全部都是罐头东西 但他已经尽了全力 吃完之后很感动 病了没什么做 拿起吉他就写一首歌 大家很有爱 很有爱 但最后就走不了下去了 唉 那些不说了 有些人的揣测 小芬是什么 不说了 恒仔 我真的不清楚 只能从他们的工作上分析 我希望恒仔继续努力 在电影圈发展 有心不怕迟 而且在电影世界你还是很年轻 还是年轻 虽然我跟他差不多大 但在电影世界还是年轻 还是年轻 路很久走 小花也是 努力 无线爱回家 大家又说是否要倒闭 大结局 嘻嘻第一个反应 我说这些东西是有结局的吗 没有的 真的没有的 他又没有什么连气 只是有些人物关系 他的东西是不用连的 所以他这样才耐体 有全爱回家 还有五个月就收工 大结局 监制回复事件 不过有一个真的不做 就是说宋水辉的儿子 宋水辉没有了儿子 飞联仔做了六年 退休了 飞联仔从小孩到中学了 先说外回家是否先倒闭 还有五个月 因为现在播了1800集 正在1900集 但《维基百科》显示 暂定是2000集就完 不过至今剧情还未见收尾的迹象 没什么 不需要收尾 一个星期就完结了 完了之后 瘋了 之后不是拍另一个处境戏 为何用来做新闻 这些真是没东西说到说 这个TVB王牌节目 不要改了 改他最多就是改外回家 什么什么速递 网络速递 什么速递都好 我觉得他这样改 因为外回家之前也是有另一个版本 就是叫外回家 是的 他说2000集就完结了 没有了 很多人拿来做饭 偶然我都会看一集 最好就是这样 你不用知道他前面说什么 嘻哈 有人很浮夸 做完这些东西 好像做卡通片 就可以了 他说如果真的2000集完 五个月就完结了 但编剧回答你 他说原来现在有新监制加入 报纸就估计 可能完结也遥遥无期 但我又觉得未必是 因为有新监制加入 为什么要有新监制加入呢 做得好地 找些东西变一下试一下 他说新监制有同事三分针和不打自己人的经验 他说希望有基本的水平 来来去去都是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这些是无线的监制导演跟我说的 他说我最不喜欢就是做外回家 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没有的 他说那些剧本其实是一帮人写的 为什么你说不连气 没有基本没有东西的 那些演员自己演自己的性格 是整帮 我听回来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 但我又不觉得这个可以影响什么 我听回来 一帮新入来的编剧 很多人的 他轮着去编 外回家的单元故事 他说他很不喜欢 他说怎么样呢 那时候那个副导演 就升导演 然后他就说 那些大佬 不要说谁 大姐 他说大姐 他不让我去拍drama 他说外面的drama好玩很多 外面又外景 又飞车 又开窗 又撞山 当然那些个人 他叫我回来拍 十六厂 十六还是十三厂 总之一定不是十五厂 他说叫我回来拍这些肥造剧 他又说 很闷 他为什么很闷 你去摄影棚 摄影棚就是按键而已 1号 2号 3号拍拍拍拍拍拍 按键 去到哪个位置按键 你有什么技术可言 他拍这些东西 他们那帮人就好玩 但在创作那帮幕后同事好像就很闷 他认为是这样 不代表个个人是这样的 我认识那个导演他这样说 其实这些东西可以说完就完 不过我觉得就未必会 因为他现在始终 这个外回家永远都是王牌收视 和东珠西望 他最多都是改名的 其实换汤不换药 在香港八二做到现在 换了一些人 香港八二的时候不是吗 又是香港那些热话 又是摆在电视台上说 一模一样 不过那时候是刘德华做的 这些真是浪费 我说一下Philip仔 Philip仔是不是不做了 对啊 我跟他说拜拜 Philip仔会为升中学告别幕前 不要做明星了 都是的 都应该的 因为始终 什么 Philip仔告别剧组 他说我进了黑洞 进去出不回来 因为观众也看到 Philip仔就是宋水辉 和大小姐的儿子 两个小演员入行的时候只有五岁 很可爱 草菇头 现在变成了中学生 不再小童 剧中形象又老迹 人世鬼大 经常拼嘴 看着他大 可惜他是现实中的Philip仔 他要专注学业 离开剧组 日前宣布 他说多谢爸爸妈妈这六年来的照顾 他说入了黑洞 拜拜 出去吧 其实都没什么 妈妈级的粉丝说不捨得他 有什么捨不捨得 喂 小孩做童星去到某个位置 收手好 我以前认识过小孩 不是认识他 我经常见到他 真的做了飞仔 有个东东大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东东不是很有趣的 我现在小时候住小西湾 其实住小西湾的街坊 知道我说哪个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女朋友住小西湾 我经常在那里出没 一放学就见到他 嘩 扔耳環扔到整个耳朵 十个洞 咬着包万宝路 东东大师 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如果住小西湾肯定知道 我经常见到他的年轻 我想他真的学习 但是他就是那个 尴尬年纪的时候 可能我那时候的年轻 我也是十多岁 他也是十多岁 我想他也是小我五年左右 因为那时候是那些 陈浩南那些年代 所以我经常说 那些东西教坏人 那个年代那些 古画仔片教坏人 加上有些年轻 做过明星 人家真的当他明星 他又觉得那些东西有型 那你穿这么多耳洞的时候 哪个红呢 謝霆锋 他就有些造型 吃烟 有些人问我 你怎么吃烟 说到这样 人家半支烟的都要禁 其实那些电影 真的被年轻看得到 他觉得太有型 他就跟着学 那些小孩老实说 在片场上 有一期剧组 一放休息的时候 那些小孩就 出去了外面吃烟 放休息 那就是 早点脱离 好的 其实那些年轻去到这些位 这些年轻都很尴尬 好像钟尤美以前也是同星 他有几年都不见了 没有的 不大不小 做人的儿子就太大了 叫你做少年 出来追求女 又未到姜濤那些年轻 那就是这样的 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有些人都说 大个儿子 升中学阶段 专心读书是对的 是对的 还有现在你如果中学你这些 这些小孩 基本上做网红都可以 开YouTube channel 如果要有名气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办 那些学业 因为说真的 这些小孩平时 如果要上学的话 他哪有这么多时间来拍摄 所以就着那些期来搞 可能星期六日才拍到他 不是他辛苦的 他父母也辛苦的 我当时认识一个童星 看无线 也是很惨 呼喝过母亲 我小时候 是女孩子童星来的 大了也是签TVB 然后呢 因为母亲从小到大 都是跟着她的 那么母亲就不舍得 放女儿在电视台 可能也有经常听谣言 在电视台会学坏 电视台就不会学坏的 不过你说美女被人追求了 也不奇怪 你看看姚出飞的父母也会确定 一定要确定 那时候那个童星的女孩 就是我们大人入行 那时候我们二十多岁入行 她童星出道 那时候我记得那小妹子十八九岁 为什么呼喝她母亲呢 走开吧你很烦 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又好像大人那样 但是对着她母亲 我知道她是小孩子 她母亲又不肯放手 有这些问题 现在那位美女 因为说真的 那位美女这样做人 你只有我们看到吗 呼喝她母亲 可能那些电视台有些都不 说这样怎么给你做 大小姐 对吧 那你不是说 怕人家伤面人 你这样就更假 你对着她母亲 带着她母亲 跟你回来的时候 就当阿四 说我继续给你在这里 好像不太好 那种 所以那个女孩 都没得干了 之后 真可憐 这个世界 如果你进过娱乐圈 其实多看很多东西 一进娱乐圈 心似海 今天的新闻说到这里 下次再谈 拜拜